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地產經紀 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就和大家看兩房的單位 我記得之前和大家在Richmond看過三四房的村屋 就是Steven那邊 我們又看過在Concord Garden一房 Walmart那邊一房 我們不如看看兩房的碩士樓 在Location比較中心的單位 這房子叫Avanti 這房子是900呎的兩房兩磁單位 我帶大家看看位置在哪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方向是正南方 現在是下午兩點 太陽已經斜了 因為這邊現在是三點多日落 我們可以看到正望過去 下面是智利廣場 很多食物 也有很多生活便利的設施 例如Tilly Bank 這間Tilly Bank是很大的 下面一圈也有很多茶袍 我們稍後也會照下去再走一圈 這裡是南邊 然後那邊是東邊 所以我們如果轉過來這裡 我們首先會看到一個起樓的工地 再遠一點就是看到雪山 Burnaby那邊 我們說回現在的建築 我們正面對的這些 將來會是Low Rise 我們因為現在是15樓 所以它建築好之後都不會遮擋到 左邊那些大家看到 那些鋼筋明顯高很多 那些就會是High Rise 這棟樓的旁邊 有些單位 就有機會面對著 那一棟就離開的High Rise 大家還看到那個雪山 其實那個是美國的 Mount Baker的雪山 很遠的 有時天冷氣清的時候 大家會看得很清楚 那裡就是西面 西面 剛才說了有阿berlin Park 再過去是八百半的 裡面有個大統華 另外我也有個美食廣場 有些買蠟雜食的店 那我們就看看單位了 這棟樓是2018年建好的 它這個單位901呎 管理費325元 掛牌價是845,000元 其實這個職位是有走廊的 等一下帶大家轉出去就會看到 看看廚房 這裡就是一個Island Island就是雙星盤 這個位置應該可以放到四張巴椅 左邊這裡就配了小碗碟機 是Bosch的 微波爐在這裡 Panasonic的 下面就是一個櫃桶 這個單位很可愛 我都很少見 Unit裡面有超過一個雪櫃 一開始來到的時候 我覺得為什麼兩房只有24吋的雪櫃這麼小呢 原來那裡還有的 這邊也是雪櫃 儲物空間就犧牲了一點 但是呢 它就做好了兩個雪櫃 變成放東西 放涼肉什麼都好 就放得多一點了 儲物空間就真的少了 這邊有兩架櫃 上面 這個裡面基本上沒有東西了 是抽油煙機上面那個排風箱來的 然後呢 這邊也還有 下面呢 就四格櫃桶 那也是啦 裡面有Soft Clothes的 一格 兩格 三格 還有下面那個是最大格的 五個Gas爐頭來的 是有些不同的 大家會看到有多隻腳的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那個電流 就是20A的 普通其他 比如說你房間床頭那些 是15A的 因為他們預計了廚房電器 是會用多些電流 因為是發熱的 煲水啊 電磁爐那些 它會多一隻腳仔的 其他那些是沒有的 我們等一下看看其他那些就知道了 啊 還有說上升盤底 你會發現這裡多了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呢 就是控制裡面的電 如果你想安裝電源 或者有機會有其他電器放在裡面 那就可以用到這一組電 在爐頭旁邊這裡 還有一個Gas Shut Off 那現在呢 它是打直的 那一直有Gas 那如果你說 欸 可能我很久都會不用這個單位 或者會空置一段時間 你怕會漏氣那些 那你可以打橫動它 那這樣呢 現在就Shut Off了 那呢 就開了 那繼續 可以介紹完廚房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客廳 和飯廳 那這邊呢 就是客廳位來的 那你見到那些插鬚在這裡 有天線位 掛牆電視 或者你擺個電視架 沙發呢 就最可能是這樣 可能中間這樣 那又看到景 又看到電視 那來到這邊呢 就有個燈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其實都可以換飯桌 調燈 那就是這個位置 擺電視架 的 飯客廳就是 好像融為一體 那樣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房間 那來到這個位置 兩邊都是通去不同的房間 我們先進去這邊 這裡就是第二層房 那這間房子呢 那這間房子呢 是Corner Unit 這裡就是向正南 跟剛才客廳一樣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是向著東的 那這個床頭位 那這裡另外兩邊窗 那你就會看到一點點 剛才我們在外面看到那個工地了 那這個衣櫃呢 這邊裡面還有一點點的 就是這裡 就不只是去到這個位置 那跟著呢 我們就看看另一間房子了 那這間房子呢 那這間房子呢 就是主人房了 那主人房呢 是不是覺得明顯暗了 因為它沒有向南那邊 那個窗 那現在呢 因為還在建房子 對到正的那個 是Low Rise來的 就不會建到我們十五樓那麼高 那所以我們都會 再享受到前面的景觀 那兩邊的衣櫃呢 就是這裡 可以看看 我們看到有另一個Shutoff 那這就是水制 那我們怎樣拔出來呢 我們把它移到一邊 然後就會看到有兩個水制 那這個就是冷水 這個就是暖水 那如果你又是 那跟客人一樣 如果你說有一段時間 不會住在這裡了 那可能就會閉上了它 那這東西呢 是怎樣拍下去呢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說 哎呀 其實它是一個蛋弓來的 你縮進去 好啊 這邊還做了一些架 就看看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個部份有兩個洗手間 主人房的洗手間就是Shower 來的 大家可以來這裡看看 做了Ring Hat 這個是可以拿下來的 翻炸頭 高度也是可以調校的 這邊也有一個架子可以放 還有這裡比較貼心 它就是可以坐得下的 如果是老人家 洗澡的時候方便一點 而且也足夠位 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種類的洗手水 沐浴露 棉膜 等等 晶盤呢 它是石櫻檯面 隔離左右兩邊都有些空間 就是可以放得多一點點東西 然後下面呢 就是儲物空間來的 那我們看了兩間房 客廳廚房 看了一個洗手間 經過廚房 這裡呢 就是另一個洗手間了 剛才我們看到主人房是Shower 第二間洗手間 就是用浴缸的 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浴缸 這個水龍頭 其實可能很多香港朋友過來 你會不會很習慣的 它跟香港的開關有一點點不同 它呢 是 領到最盡不開 那邊是熱水 你再這樣調校冷熱的 那你要關掉 你就不像香港 我們是很輕蓋起來的 這裏就不是拿回來 是拿回來 是這樣用的 這一組櫃和剛才的房間是一樣的 好像這些插鬚 就是普通15mm 你會看到它不會多一隻腳 這隻是GFI插鬚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是放在近水 洗手間那些地方會看到這隻 原因就是怕它有水容易流電 所以它是有一個自動的煞 我們可以試一下它 現在呢 大家看到燈是有電的 這隻鍵 你會看到中間有兩個鍵 左邊是Tesla Tesla 就是給你試的 現在有電的 你按一按 就沒有了電了 那就是超負荷或者短路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斷了電 那如果這個東西斷了電 你去那個電箱去拍是沒有用的 你是要在這裡做的 那怎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中間這個 你大力點按 有些要很大力的 一按下去 沒有了那盞黃燈 這個突出來 你就看到有電了 那就重複了 一樣 對 好了 說完這個之後 我們就出來了 洗手間 再出來 這個就是入門口的衣櫃位 一邊過來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好像S型的走廊 這裡 大家會看到 這個單位是有冷暖氣的 這個就是那個 放在單位裡面 由屋主自己負責去維護的 這裡有一個濾器 每半年一年你要換 至於換的話 就是把這兩顆螺絲鬆開了 整塊地換 去買和它大小一樣的濾器 去換就可以了 洗衣機 它簡直是放在門口 這裡 遠離房間 所以洗衣服就不會太吵了 牌子是Bloomberg 上面是乾衣機 下面是洗衣機 除了乾衣機裡面的濾器之外 其實它外面還有一個濾器 這個就放在這裡 這個濾器裡面 你其實要定期清理 現在都看到裡面是很多層的了 我們稍後會再跟大家 下去逛逛街 了解一下我們Avante 這棟樓附近的配套 好了 我們現在到了二樓 為什麼會是去二樓呢 因為我們要去parking 這裡是Richmond 沒有Basement 所以就算你有時候看到 有人寫P2 其實它也是在那裡二樓 就有一個access to parking 幸好我知道它是P2 就是二樓 它不算是大的 它其實是small car 就是這個444 這個 parking也看到了 這個部份是沒有Locker的 我們現在就去Lobby看看 它的大堂就簡簡單單 它這裡是沒有concierge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信箱的地方 這邊就是信箱位 我看到這些信箱跟香港有些大廈很不同 它不會有一個洞 這樣放進去 它是每一個信箱都有自己的一個key 整個蜜蜂 由警察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這些key 打開整個 這樣就不同單位派信 當有些信件 或者有些包裹 是塞不了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貼了很多這些紙 所以業主回來都會看一看 有時候它就貼在門口 那你再call 或者是再安排一次delivery 或者它有時候可能是放了在某一個附近的store去pick up 管理公司 比如Rancho 是屬於比較大的一個物業管理公司 它給大家的notice 有時候如果你想租多個車位 或者你多了個車位放租 或者Locker 那都會貼在這裡 大家看到就會聯絡你的了 那好像我們這些大廈 大部份都是不可以短租的 就是那些Airbnb其實全部都是不能做的 停車出入口 就一直繞到它後面 那就是尾的 那Avante呢 總共有三棟 我們是Tower 3 那另外呢 後面這個還有兩棟的 那這個後面就已經是自地廣場的了 那我們不如走過去看看 對面呢 已經是八百半的了 哈哈哈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邊呢 進去呢 就是看著那個超級市場 另外後面呢 一進去呢 就是那個美食廣場 它寫著是大阪超級市場 Osaka 其實它是太通話來的 那然後這邊呢 就是美食廣場 之前就很旺的 我看到很多很老香港老街坊 都在這裡吃東西的 那現在因為COVID呢 就淡了很多了 那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去另外自地廣場那裡看看 那我走了一圈呢 都不覺得說很 即是很 怎麼說呢 很冷 都OK 挺舒服 是的 我記得第一次來加拿大 第一次來Richmond呢 原來就是來自地廣場 我就心想 嘩 為什麼好像跟香港差很遠 為什麼好像老香港 好像幾十年前葵中廣場 葵中商場那些的感覺呢 不過現在已經習慣了 這裡就去蕭蠟舖 好啦 蛤 快點火鍋吃東西 是 好的 這個是 那些 這張序是有 是有 它叫什麼 是take out的 有健康食品 這間 Trace Tea 我記得了 它之前好像不是叫這個名字 但是換了這個名字 門面又沒什麼變過 都是喝那些烏龍賴蓋茶 那些 這間中醫養生器按摩的 我記得我去過的 這些就很傳統的海肥店 這裡有幾間 原鄉就是我講那間台灣東西了 嘩 之前都很旺 現在COVID-19很多時候都 真的少很多人吃東西 這裡有個韓國韓式BBQ 是不是 這個就是那個日本 我記得我們這個跟爸爸沒來吃過 好像他們是第一次來 下飛機就過來這裡吃了 這些份量我爸爸說 或者這麼大份的這裡吃東西 是不是 這樣我去到前面也是 這個是 做什麼的 這間是賣招財貓 不是 不是賣招財貓 是賣飲飲飲食的 這間我經常經過看到 都不知道是做什麼 很多招財貓在這裡 這裡有些中式食 老西安 有些牙醫 那裡好像有個萬聯豬腳 之前好像是什麼 萬聯豬腳的 那對面呢 有TD Bank 那我就不走過對面了 太多了 那大家了解到 這邊的生活圈大概是怎樣 那就可以了 好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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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